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追猛打 要说的是 阿斯陀真的好想登周 对其他的擦打 赢得1球 赢得好可以 赢得好调 但你要弄清楚 对我来说一定要前八名 因为有九到二十多名 还要连一锁 差那个再多几场好两终 但是,好划算,今晚是否有曼聯,昨晚是否有巴塞贏了,今晚是否有曼聯,昨晚巴塞贏了拜仁, 曼聯又沒什麼好看,歐霸杯,低級賽事,曼聯未必贏到,你想想,上個星期,曼聯主場,他又贏2比1, 那些人說,阿費sir走了,看爸爸瘋了,我真的沒試過,不緊張啦,繼續OK的, 好了,我們先講一下新聞,先講一下一件快講,今天就通報出來了, 康志會在一個殘疾人院社,今年8月中懷有員工性侵,一對男女學員, 該會就已經報警,亦都通報了社會福利署,這個員工亦都被捕了, 康志會就說因為,外檢進入司法程序就不方便透露詳情,但是呢, 其實今次我不會對康志會有很大的譴責,因為那些員工呢, 個別有這樣的變態事宜,你是很難控制的,當然你在請人的時候, 短短的時間的interview,我不知道interview多久, 你是否知道是甚麼人呢,那你也有即時報警, 唯一要講的就是,為何要有兩個熱烈,先後再公佈事件呢, 為何,我不要說你要第二天報警,就立即公佈啦, 譬如學童的家長等等有權知識的嘛,這件事件 這個真的很嚴重違規,這個38歲的男子呢, 警方表示8月14日接獲大埔一間院舍的職員報案, 涉及一名20歲的男院友和21歲的女院友, 大埔重案組拘捕一名涉案的38歲男子, 這個38歲男子首先呢,男院又又搞女院又又搞啊, 他呢,就是院舍的助理舍監, 涉嫌威蝕侵犯精神上沒有行為能力的人, 以及強姦,那強姦就肯定是針對那個女事處啦, 威蝕侵犯精神上沒有行為能力的人呢, 那就不知道他是做過甚麼, 不過根據那個男院的母親, 去到跟他洗澡的時候, 發覺那個男院有下體腫脹, 那賓州腫了, 就揭發事件的, 那賓州會有甚麼情況, 腫了呢, 那當然是屌你, 怎麼裂咎他呀, 說裂到腫了也有什麼, 對呀, 神經病, 那翻查閉路電視, 就看見這個職員, 原來呢, 在案發前幾天, 帶那個男院牛入房, OK, 那當然, 就要查啦, 調查期間呢, 還發覺, 原來有另一個女受害人被強姦, 喏, 永遠有這些事情啦, 這個世界, 我們對這些人呢, 是極度的譴責的, 因為為甚麼呢, 首先是性侵, 一定是天理所不容啦, 因為在今時今日, 38歲大開, 叫雞啦, 還要是, 性侵一些, 沒有保護自己能力的人, 還要是, 因為那個媽媽很決斷去報警, 有些家長可能是會因為怕, 那個小孩沒有了一個位置呢, 而, 即是, 人人的, 喏, 我有網友呢, 在相關機構工作的, 也很漂亮的, 那女網友, OK, 我想你有聽過節目的, 那你可以呢, 有機會呢, 就通傳一下, 我想看一下這件事有沒有甚麼內情, OK, 好了, 我們跟進一下這個陸秦漢, 那, 殺三無女這件事, 那, 有多些東西看了喔, 那, 所謂多些東西看呢, 就我當他, 在今天的法庭新聞裏面, 那, 法庭今天最主要呢, 就是播放這一個六十幾歲的被告呢, 那兩段, 錄影會面, 跟警方, 嗯, 就看他講甚麼, OK, 那, 這些呢, 四盤工人, 六十幾歲, 能不能夠, 偏佔一個很完美的故事, 去蒙混過去呢, 明明他都認罪了, 起碼想認誤殺啦, 也都認了, 所有事情是我做的, 那, 那, 是不是要, 編排一些東西, 蒙混過去, 有沒有需要呢, 都會有的喔, 因為人有一種自我保護的能力, 不想, 譬如他在, 現在那兩個錄影會面裡面, 他有透露過, 他很後悔, 搞到兩個女孩子, 兩個大人的事, 這些, 那這些呢, 是他一個自我安慰來的喔, 起碼他自己覺得自己不是一個那麼壞的人, OK, 那, 但是呢, 我們要結合很多, 其實老實說, 真的, 你不是那麼壞的人, 都大錯做了啦, 是吧, 那他先說甚麼呢, 喏, 他在錄影會面之初, 首先呢, 他進了院那晚, 因為他也有些受傷, 那麼, 那警察呢, 在第二天呢, 就跟他做第一個錄影會面的, 那麼, 但是第一個錄影會面之後呢, 就發覺已經是情緒, 好不行喔, 於是乎呢, 就等他情緒, 再好了, 才做第一個, 今天在法庭上的第一個錄影會面, 不過這個錄影會面呢, 做到, 大半的樣子, 他也都因為崩潰呢, 就暫停了, 接著又出現第二個錄影會面的, 所以昨天的法庭和今天的庭上面呢, 分別是播了第一和第二次的錄影會面的片段, 他呢, 他呢, 在第一個錄影會面之初呢, 就拍不到他, 看到他在那裡痛哭喔, 兩個, 兩個大人的事, 雷鮮亮的年輕人, 十世都說不清啊, 他知道的, 十世都說不清啊, 他說他女朋友很暴躁, 騙了很多人, OK, 他說, 又不明白那個女朋友為什麼會選中他, 這麼說, 他呢, 又會形容自己好像, 不死都沒有用, OK, 繼續痛哭, 於是警察呢, 這個第一段錄影呢, 就暫停了, OK, 好了, 控方呢, 在法庭上面播放, 案發後, 大約一個星期, 即是2021年7月20號, 警方和被告錄取的首次會面, 其實就不是首次會面的, 之前有, 因為有會面過大, 他根本情緒很不穩定, 就是在案發後的第二天, 所以就沒有錄影, 沒有錄口供的, 在會面之初呢, 他就好像剛才這樣說的, 不想兩個小朋友要死的, 我真的不死就不行啦, 其後呢, 就在桌面上哭, 警員多番叫他冷靜, 把遞上的紙巾給他, 他就說, 兩個大人, 死兩個小孩, 我也不想有兩個小孩有事的, 殺了他們啊, 喏, 其實你說是不是失控到這樣呢, 我真的很懷疑啊, 好像剛才所說, 在潛意識地來保護自己, 就算認罪都, 不是太壞的人, 我不想殺死兩個小孩的, 好了, 警員就問他們兩個大人, 是指誰啊, 他說, 是他和老婆, 就是溫谷芳, 好了, 不過當然是沒有註冊的, 去補充, 他說, 小朋友好淒涼啊, 警員追問之下呢, 他說呢, 兩個小朋友呢, 就是, 溫谷芳, 那兩個女兒, 賴夢心, 和廖淑莞, 他說分別呢, 是叫大妹, 和細妹, 雖然兩個被告呢, 不是他親生, 但是他當兩個女兒呢, 是他, 兩個女兒, 是他的女兒了, 兩個女兒也當是爸爸,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真的當, 那個女兒一叫你, 爸爸不好, 不要斬, 你都立刻應該要醒啦, 是吧, 真是, 唉, 被谷芊兒說, 他說, 溫谷芳很暴躁, 騙了很多人啊, 他不死也沒用啊, 喏, 他認為溫谷芳真的不死也沒用啊, 又說, 我對你這麼好, 為什麼要這麼對我, 接著他說呢, 其實他只是想用菜刀來斬溫谷芳而已, 誰知道那兩個女童也斬了, 警員問他為什麼要斬殺那兩個女童啊, 他說, 不知道啊, 又說他, 就說他沒有意斬他們的, 那麼, 後來第二次, 就說他那兩個女童洩進來, 那麼, 他說呢, 想抱著大家一起死, 被告說是想和溫谷芳同歸於盡, 那麼, 警員就在錄影裡面問他, 那麼你什麼時候起火的, 為什麼會起火的, 被告沒有回應, 只是說那單位很有龍衣, 他就離開單位, 當時兩個女童是有叫喊的, 有叫喊的, 但是現場龍衣密報, 找不到他們, 其實家屋有多大的, 劏房有多大的, 進去摸都摸到啦, 是不是啊, 竟然再問是誰, 啊, 中火的, 他就說, 全部都是我做的, 是我啊, 殺了啊, 啊, 啊, 跟著呢, 又繼續在那裡痛哭啦, 我真是截道, 不死都沒用啊, 為什麼偏偏拣中我啊, 啊, 但是, 警長呢, 就看到情緒這麼不穩定, 就停止錄影, 喂, 這個是第一個錄影, 唉, 老實講, 我真是, 不想講這些新聞, 其實人呢, 你去到某個年紀呢, 我們所說化, 就是要, 真的有很多東西要忍, 像我們小時候, 年輕一點, 經常跟女兒吵架, 經常跟老婆吵架, 大了會不會啊, 都會, 但是為什麼呢, 立刻忍, 是不出聲, 譬如, 那一頓菜不是很適合, 媽媽, 煮回來, 你老婆是, 那是什麼東西來的, 你明明認識我不認識的, 是吧, 那是你媽媽, 她焗忍你, 或者是脾氣暴躁, 但是其實, 如果你想想, 原來她是腰痛, 你有沒有, 你又不知道啊, 又或者, 她怎麼知道你不喜歡吃呢, 她怎麼知道你不想吃呢, 那一天, 那你慢慢長大了, 叫什麼都好, 吃, 為什麼其實, 事情是沒有變得, 是因為你長大了, 無謂的, 老婆當然大了, 你不想吃, 你不想吃, 她不出聲, 沒有出聲, 你不想吃, 你走過去洗碗, 但是整晚的氣氛都不太好, 但是你今天沒有吵, 那她又去洗澡, 你又去洗澡, 你又去洗澡, 然後你上床, 裝了東西, 想拍一下她, 抱一下她, 當沒事發生, 她一這樣叫開你, 然後你又是暗溝溝, 你又是要哄她, 那你如果一開始, 吃好吃, 好吃, 做什麼, 好像很鹹, 鹹了一點點, OK的, 那就是, 那個, 什麼咯, 你沒有辦法的, 是不是會, 做人就是這樣, 同事也好, 出去做事, 什麼都好, 就忍一下咯, 忍一下就過了, 好似, 老實講, 她覺得, 我一心一意待你, 我當她不斷說, 你騙我那些錢, 發孝, 那你不就當, 她說要找我去別人, 你不就當, 這一年, 你六十幾歐, 又跟女兒埋伸, 就當叫貴雞, 就是唯有這樣咯, 好了, 控方今天呢, 就播放第二天錄影會面, 影片見到呢, 被告情緒已經平復了, OK, 這個呢, 被告就在錄影會面上透露, 她曾經結婚, 有一對子女, 老婆在案發前兩三年去世, 含糟糕, 老婆案發前兩三年, 你跟這女兒拍了一年拖, 啊, 你便有張筚灌發張去手, 就會搬進去, 可是搬進去住, 曾經在世解過女人嗎啊, Como你還不知 Done, 還在打麻雀式, 它和蘭高芳在打麻雀時候是認識的, 這些老實說, 說來對 class mode, 或想要 solche scient negating 是寡佬 老婆過身 家人約他出來 說阿芳 吃飯出來 打牌 不要打牌了 吃完飯就打 神經病 你吃了什麼 你這麼正 贏不住 最多我對三千人來 就是這樣 三決一 叫阿芳來 又叫阿芳你兩夫妻 就是其他牌友 合起來 坐對家 全寵 兄弟姊妹都打馬隊 阿芳下來輸贏日後 剛才我輸六千 還沒輸四千 你不是給我拿嗎 你老婆仔 我怎麼給你拿 不過 給我收拾 行不行 就是這樣 有時候喜歡的 贏了錢說什麼 拿一千幾百 或者沒有給錢 給了錢之後 因為你有一百萬 給了錢之後 跟著 買半隻雞啊 買點餅乾 回去給大妹妹妹吃 不要吃 顧著打牌 這些關係都不自然 是吧 屌你了 你就搬去那裡住 還想上海溫油 你搬去那裡住 屌你了 老實說 劏房八十呎 都不知道好不好 你是的 屌你了 租間兩房一廳 皮靚東西 那你幾皮靚東西 早說兩房一廳 搬上來住 這女兒已經開始大了 十三歲了 這樣也不一樣 不是說錢不錢 首先這些 那些什麼要搬進去呢 其實他讓你搬進去 我認為他對你也不會完全是假的 當然 你說這個女人是不是在鬧鬧呢 我覺得也是 是吧 好了 他說 溫谷芳在2020年年初 打電話給他約他 出街 兩個人其後就開始拍拖 接著他就搬進溫谷芳的劏房單位 他說 沒有工作的時候 沒有工作的時候 溫谷芳就沉迷賭博 他本身有工作 但是沒有工作的時候 就沉迷賭博 曾經賭博的時候下注十萬元 兩個人因為錢財問題而爭吵 這些是他講的 可能是 可能不是 不知道 好了 溫谷芳在案發日的凌晨十二點多 才打電話給他回家 被告提議性交 溫谷芳拒絕 好了 表你了 是 你 在廣房裡 那老婆 十二點多 打電話給他回家 他說 老婆 你老婆 十二點多 你六十多歲 其實我看到那些男人 去到六十多歐 那些色白虎 都還是這樣 性慾那麼高 沒有其他東西 那些性慾 是 是合理的 但是 還把這些男女士看得那麼重 其實我又看不起這些 那些人 你想到幾十歲 你不是十幾十歲 要求偶 好了 但是這樣 雖然溫谷芳拒絕 他去睡覺的時候 溫谷芳在他旁邊看手機 一邊看手機 一邊摸他那條軍舟 就是所謂的打他 都算是這樣的 喂 真的算是這樣的 又或者一些小巧的 去自己拿著手機一邊看 就這樣 那樣的 你 好了 都同歸那麼老 還有這樣的欠子 就是 好了 又不是年輕 你說你不是 一個十七歲一個十六歲 自己初上文語情 暖得火熱 那當然是萬萬七 是吧 然後 然後被告去廁所 他說 溫谷芳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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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我斬命我斬得更快 那些 老實講 他強調他沒有拿著把刀 而溫谷芳說是有 如果他講真的 溫谷芳就是癡了算 就是這個 妖理女兒 是思覺失調 如果 他說他沒有 而溫谷芳已經打電話 那時候人打電話給人 說他拿著把刀 說他有拿著刀 這樣 有個可能就是 他真的有拿著刀 不過他不認 他不認 那為什麼他拿著刀 那為什麼他拿著刀 傻佬會沒得說我 因為事前這些事 是不是這樣發生 因為有整個星期 有整個星期被他整理 你也不知道 被告說 他竟然說 我差你更快 他就馬上去廚房拿刀 又說 我的銀子都給你 但是溫谷芳就說 喂 你人又老 錢又沒有 被告就說 其實溫谷芳平時是好效的 經常穿衣服都會坦空露臂 經常開口埋口就說 你戴港成20年 還跟你一起撿倒呢 這句說話 但是我可以覺得 溫谷芳可能是有說的 可能是掛在嘴邊 但是 這也是客觀事實 為什麼呢 你看一下何馬和何生 你就知道 和何馬 你就知道他們是這樣的相處 他說 溫谷芳經常提及歐佬 戴綠母 聲言會找一個更加有錢 和年輕的男朋友 那你就由他去找 你出去玩就要這樣 對嗎 譬如 譬如 如果我現在有個女兒 不要說20歲 30歲 無緣無故告訴你 我女兒愛你 要任你玩 那我一時忍不住 我當然忍得到 事實上 我忍不住 喂 那我也要裝作 喂 阿Jennifer 我也很喜歡你 但是你知道我有家室 有人教你這麼多 你也不要投入這麼多 你也要認識男朋友 對吧 如果搞得對 為什麼呢 第一波一條路比較好 第二他再走 我又沒那麼傷 還有你不要打算 吵你 你可以和我一起 啊 我有家室的 你找到女兒 你無罪情緣 嗯 好嗎 好了 你也這麼想心 他說 他聽見 阿溫那放咒龍之後 他失了胸 就這樣揍他 不知斬了多少下 他大叫救命 他說 接著他兩個女兒 就起了身 抱著 他媽媽 就求被告 不要斬我媽媽 你有意識的 你說得出的 右女兒更加說 叔叔媽媽對你好好啊 這句我昨天說過 如果那些小女兒都覺得媽媽對你好好 那其實是否媽媽真的對她多好呢 我真的不知道 啊 這個 阿溫那放棄都強調沒有欺騙被告 被告就說 沒用了 都斬了 繼續斬 他說因為那兩個女兒 捱過去 不小心斬過去 不小心 你撥開她 好了 他傷人後 打算和三母女同歸於盡 那一開始是想著兩個大人 對嗎 於是 他顯然單位內的衣物 但是因為忍受不到龍烟 你真是神經病 就沒用了 了你老母 斬人 你就這麼厲害 小小龍烟 你能忍受到的 就不用做這段新聞了 死了 神經病 警員問他對事件有沒有補充 他說 有 四個字 後悔莫及 警員問 喂 現場那條 逢到必贏的 紅色內褲 被告就說 這條內褲是他 是溫哥方買給他 想不到還有些 你說這兩夫妻呢 這兩夫妻 是什麼 class的人 買了一條紅色內褲 紅到必贏 好了 鄰居 溫哥方的鄰居 陳畢然 就作供 他說案發那天 凌晨1點8 聽到單位很吵 有小朋友喊 出血啦 流血啦 不要啊 也有女人喊 老公不要啊 救命啊 殺人啊 因此報警 他是報警那個 其後 他聞到 燒雀的味 就見到 涉案單位有煙霧出 就抱起個女兒 走到樓下再報警 控方問他 你平日見到溫哥方 有沒有國家學校 他說沒有啊 有沒有覺得依著暴露 他的鄰居陳畢然都說沒有的 喏 鄰居說沒有 那你這一個被告呢 他那個口供呢 可信性呢 在很多方面 又可以打個抵抗 我可以想一下 如果溫哥方 平日都吃鞋落你的 是 你怎麼會無緣無故 他那個鞋落 我搞到我要斬它呢 你平日都受慣 平日都說 你是垃圾你的 你是廢茶 你不會突然說 他那天說我廢囑和垃圾 我斬死他 你不會啊 不會 每天都是這樣對你的時候 你不會突然很反感 那當然 那些東西可以是爆起的 你問我這樣看這裏呢 就是我們現在始終人死了 不知道 你問我反而是 這一種人 這些人讀書又少 又地盤 我真的對不起 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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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控制欲很強 控制欲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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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他真的覺得他穿得暴露 譬如 那件衣服 比較貼身 但原來社會 根本都不是 沒有什麼 可能他真的覺得他很孝 你覺得他很孝 你覺得他很孝 人們覺得 這個態度 他說 早晨林生 早晨陳生 北哥早晨 你又覺得他很孝 有些人控制欲很強 會不會這樣 就不知道 但anyway 你不是殺人 你不是殺了人 殺了女兒 這件事老實說 不用說 一定要受誠誓 想打我殺 沒得打 謝謝